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明天世界都在思念之下 三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 三哥是不是最近忙晕头了 怎么说的话我都不懂啊 元雪为他出王府大门哪来的毒药 倒是你昨夜先到了梁衣署 又到了长泽院 是 元雪若死了 父亲必定重罚于我 为此你便要毒死自己的妹妹吗 三哥觉得 是我杀了元雪 他也是我妹妹 三哥 三哥 你若有证据 即可拉我入序 你如若没有 望你今后不要再 血口喷神 我未有 我未有 少天有 你为了席局 丧尽天了 但你既成 你 苍天有言 取粮 必定不会落入你手里 苍天有言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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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 转尾为安了 不要 刘薇衣 刘薇衣 我不嫁 我 我不想 我不想嫁给别人 老三 老三 你今天那个猜事 办得是有功还是有过啊 父亲 儿子身为宋卿的典义 防范不重 自然难辞其咎 说得没错 但你当机立断 即使把元选送回了王府 又力排众议 救了郡主一命 这功过相抵 冷王就 不赏也不发了 起来吧 谢父亲 吕北爷 这是本王第二次见到你 第一次见你 赐了你个贱吉 这第二次 本王该赐你个什么呢 王爷 或许要赐贱民一死 那你怕不怕 若是害怕 此次也不会入王府 很好 坐吧 陪陪王用山 谢王爷 王三 你也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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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拘束 啊 吃 吃啊 你是犯过在先 有功在后 但你所犯的过错 太严重 本王该如何处置你 建民 自然是罪无可恕 你当然是罪无可恕啊 人选 是本王最疼爱的毒女 可他竟为了你 弃本王于不顾 这是弃 郡主已经许配给弃家 但你硬创宋庆一章 是贺家的颜面于不顾 是郡主的民间于不顾 这是弃二 现在本王 总要给弃家一个交代 给自己一个交代 对 毕竟 你是救了郡主一命 今天本王就用这杯酒 送你上路吧 来 怎么 你不是要不怕吗 你不是要不怕吗 谢王爷恩殿 不能喝 请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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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父亲手下留情 饶他一味 醒了 可以下床了 既然醒了 你不问问齐家如何颜面尽事 你不问问本王如何焦头烂躲 你不问问你母亲是如何痛心疾首 你却让本王饶她一命 圆雪啊 圆雪 圆雪 你的心摆到哪儿去了 女儿自知 已经不孝至极 不过恋求父亲原谅 去求父亲 放过绿碑衣 如果她非要死不可 还是改变不了你的心意吗 她或生或死 我都不会驾驭她人 君父或许是父亲心中的尚轩 却并非女儿心中的良人 现在不是 将来也不会是 这事由不得你来做决定 你不要以为你自尽了一次 就可以威胁本王 宇德尚 在 四九 父亲 父亲 吕某 多谢郡主错案 愿郡主忘记吕某 百岁安康 不要喝 王爷 好 求王爷开恩 饶吕北义一命 洛青年 这事本王心意已定 你就不要再说了 儿媳并未奢望 能让王爷改变心意 儿媳只想问一句 王爷说过的话还算不算 君无戏言 这是王爷 赐予儿媳的先王妃玉笛 与诺可终身免死 现在儿媳都待 将此敌转赠予吕北义 是 骆青年 这是本王赐予你的 可王爷并没有说 不能转赠于别人 求王爷开恩 饶吕北义一命 求父亲开恩 你们都来违抗本王的意愿 难道是本王错了吗 是本王错了吗 王爷并没有错 只是王爷是曲梁之主 想的是贺家信义 既已允魂绝无戏言 而郡主却是一名女子 她要的是父慈女相 是寻常夫妻 王爷 世间最动人之事 莫过于寻常人 最质朴之情 王爷虽贵为安亡 却也还是一名父亲 无论王爷今日做了什么决定 今后都会无数次想起郡主 那个在强褒中的郡主 那个第一次叫父亲的郡主 还有那个 虚寻寒问暖的郡主 还有此刻 万分悔恨 希望父亲 能够纵容她一次的郡主 儿媳只希望 日后王爷 不会为今日的决定所悔恨 � 看人家 发生他 有空了 他没记住 月薛 本王最后一次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嫁与齐家 只想做个寻常的人 是 求父亲成全 好 那本王就答应你 把你所想要的自由统统给你 但从此刻起 就不再是本王的女儿 父亲 不要再叫了 天下之大 任你去的 下之大 他就不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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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父亲 杨玉芝 去我家 天下之大 只有吕北义去的地方 才是袁雪想要待的地方 不可以 为什么 你可以为了她闯仪仗尽采玉 也可以为了她喝毒酒 为什么你就不愿意尝试 去接受一个深爱你的女人 因为我没有资格 多年前 我曾无情地利用过 一个深爱我的女人 等到失去后我才明白 我丢掉的 不仅仅是这个最重要的人 还有自己的心 试问一个没有心的人 又该怎么去接纳另一个人 易哥哥 你相信命运吗 我莫不是听错了 你竟然会信命 是啊 从前我是不信的 可现在我却觉得 有些缘分吧 或许是命运 用一种迂回的方式 帮我们走向阵头 比如 赫连信于我 又或者 袁雪于你 即便是平民女子 我妹呢 也是最美的那个 平民女子 父亲说天下之大 任我去得 可我 又能去哪里呢 来吧 我的住处很简陋 不像王府应有尽有 一句话 可他 却有家的样子 跟了我 恐怕以后再也没有锦衣于世了 只能是促杀单凡 那并不是我所求 哪怕风餐露宿 哪关举家十周 只要能陪在你身边 便已经足够 但是我现在 什么都给不了你 无论是情感 还是名分 你也愿意 忘记你 那关注着要记忆 这个答案 难道在我服下剧毒的那一刻 还不够清楚吗 好 我去驾马车 的 李北夷说他并不爱我 可我还是欣然追随 若在从前 我未必会如此洒脱 这里面的东西 是我珍视的 我在从前 我也未必舍得 那现在呢 我只是一个痴心人 我寻遍取量大大小小的胭脂铺 只是为了找到一个身上有香气的女子 前日我在街上看到一名书生 遍访城内所有胭脂铺 只为寻找跟她一夜春宵的女子 她从未见过那个女子的容貌 只记得她身上有股独特的幽兰相亲 这便是她寻找家人唯一的线索 是个痴人 所以 痴心人并非我一个 为爱所苦之人 也并非我一个 相比这名书生 相比吕北义 我已经幸运得多了 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绿培义了 如今我已经陪在她身边 这个 这个还是交给她最想交给的人吧 多情怜 多情怜 这份情 是我严选 毕生求也不得的 请你务必 喝汁护汁 好好珍藏 这份情怜 允许 一哥哥他不是瞎子 他绝不会错过 如此纯真 静好的你 我相信 一定会有近视为开的那一天 我相信他 公子好像很高兴啊 当然了 有人把我的情敌带走 我能不高兴吗 远雪啊远雪 我的好妹妹 带她走吧 越远越好 妞 甜哪 真甜 公子在说什么 说我的女人 却为了别的男人闯入王府 为他们饮死 这 打完巴掌之后的枣不甜吗 像 真相 你又说什么 公子生气吃醋的样子 装得真相 谁说我在装呢 为吕北一免死 难道不是公子吩咐切身吗 来 去找林姑娘 让她立刻进府 带上父亲给她的免死御敌 事到如今 只有这个能够救吕北一了 明白 公子 等等等等 别让她知道是我叫你去的 为什么 这个丫头已经狂得没边际了 我不想把她宠上天 你懂得啊 明白公子 快马下鞭 立刻就去 吓我一跳 公子 你这小子啊 竟然敢抗命 小人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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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我想了一路了 这做好事不留名的话 多亏得慌啊 我把你打死你再留名吧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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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说得没错 不过 妾身的狂都是公子宠出来的 但如果只有宠爱却不值得张狂 妾身要谢谢公子 因为公子不仅给了妾身宠爱 还给了妾身懂得 她不仅 另一个枣 更甜 东西到了洛青莲手里 我们的命也就交到她手里了 事到如今 只要走南如真这枚棋了 可是她肚子里的孩子 又顶着祥瑞 一只翅膀硬了的鸟 还会听咱们的话吗 翅膀硬了 不知撑住翅膀的 是骨头还是败须 夫人 天不早了 我们早点休息吧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想 多好的夜色啊 只是命在别人手里 又怎么能睡得安稳呢 夫人 寻找到了 找到了 夫人 这人果然是寻死 若不是他一味寻找相分 他住的地方 估计小人这辈子都找不着 既然找到了 还等什么 司夫人请留步 容努毕进去通传一声 混账 如今见一个碧器 也需要通报 毕且 司夫人且慢 司夫人是贵客 我尚未更衣书洗 怎么好见您呢 还请司夫人稍等片刻 司夫人 小姐 药好了 趁热喝 东霖 把它好好收起来吧 是 就不苦 不苦啊 等你有了第一个孩子 就知道这安台药最填不过了 小姐就骗人吧 欺负动力没喝过 夫人睡觉了吧 还没呢 进来吧 夫人 四夫人刚刚来了公子底 竟然直接去了禁书馆 四夫人 亲自 按理说 有什么事让下人通传一声便是 竟然亲自上门 莫不是 莫不是 莫不是恐吓 难如真怀了祥蕊之胎 四夫人要是再想让他做事 自然是有些力不从心 什么祥蕊之胎 那是老天爷瞎了眼 竟然让这样的人有了孩子 妹妹 同次我认真看过了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仔细看同侧 有被修改过的痕迹 难如真身上 有问题 他怀孕一时绝不简单 你是说 不是老天爷瞎了眼 而是他根本 就不该有这个孩子 前日我在街上 看到一名书生 遍访城内所有胭脂铺 只为寻找 跟他一夜春宵的女子 他从未见过那个女子的容貌 只记得他身上 有股独特的幽兰香气 幽兰般的香气 东霖 我让你平日里对南如真的 日常用度了如指掌 你可知他平日都用什么香 奴婢自然知道 南如真的香 是以幽兰之香精心调制 名字叫百岳香 百岳香 立刻去趟内务房 把百岳香拿过来 奴婢这就去 姑娘 四夫人走了 这个四夫人果然厉害 可是奴婢不懂 她为什么吩咐您 却拿那么奇怪的东西 不管奇怪不奇怪 这种被摇歇的日子 我一天也不想再过 告诉徐苗川 他找的那个人 既然找死 就尽快成全他吧 果真是幽兰香气 莫非真的是他 谁啊 小姐 你想什么呢 若我猜得没错 这位养在申院中的真姑娘 却让一位书生找遍了曲梁 朝思暮想 书生 南如真现在春风得意 怎么会跟一个书生有所牵连 他自然是不想 除非万不得已 孤注一掷 夫人 进 四夫人走了 但小人奇怪的是 这南如真给四夫人做事 人走了 起码也得送一下吧 难道没送 不仅没亲自送 连一个侍从婢女都没出来 四夫人城府急身 知道的事情绝不会比我少 南如真要做什么 才会让他这样有事无够 夫人 刚才四夫人刚走 我看见 徐良川急踪踪地跟了出去 像是有什么差事了办 你怎么会让他 快跟上他 快去救人 平生不惠相思 才惠相思 便害相思 身似浮云 竟如非絮 岂若有思 空一缕 余香在此 空一流 余孝再死 余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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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要我的人代打了 你认得我 夫人何出此言 听说你在满城地找这样一种 幽兰的香气 可是这种 果然是这种 此乡独一无二 也只有夫人这样的品貌 才能配得上 你为何要找我 我们见过吗 夫人身份尊贵 自然不记得在下 可在下去 永远忘不了夫人 我们在哪儿见过 黄泉路上 夫人 小婷 小人 小人差一点就查了那个书上 差一点 小的该死 抓走她的人是谁 虽然又远又黑 看得很不清楚 但是从身形和轮廓看 那人很像连夫人 是她 是她 清醒是很像 你要我如何分辨 夫人要想分辨并不困难哪 那人被书身行刺 受了重伤 真夫人 莲夫人已经睡下了 刚才还有人在外面看见你家夫人 说她没睡下 快 慢着 陈姑娘有孕在身 怎么火气还这么大 有孕自当安心静养 可妹妹 刚刚听了些风言风语 实在是不堪入耳 这才坐不住了 风言风语 真姑娘过谦了 你我相识以来 无论何等大事 真姑娘何时不寻淡风轻 若真只是风言风语 何至于让你掌裹我的丫鬟 来势汹汹 还不是为了姐姐 一些该死的下人 会声会色 说您 在亭台私会一个白面书生 不知是言语不合 还是始乱终期 这书生竟手持尖刀 狠狠地刺了您肚子 这公子的底真是不消停 我这几个月感觉甚是乏累 连门都没出 怎么还是敌不过 有人喜欢编故事 姐姐难道忘了 空穴不生风啊 妹妹若是不来瞧瞧 怎么能确认是真 还是假呢 确认什么 确认我私会男人 我可以让你验身 若我没有重伤 这等诬陷之罪 你担得起吗 站住 好 莲夫人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难道不是你明学止痛的药吗 你这肚子鼓鼓的 难道不是为了遮掩而缠了太多的纱布 我倒要看看 这越轨之罪 你可又担得起 真姑娘你吃了熊心包子咋吗 小姐 索性就跟真姑娘说了吧 让公子底的人都知道 也不至于喝个安胎药 还要藏着椰子的 就是 安胎药 爹 你有孕了 好 早知如此 还不如不去救她 被徐良川杀了倒好 好狠心的人 差点让小姐一失两命 是啊 一失两命 还有这个长命百岁所 小姐还开玩笑 我哪里是在开玩笑 要是没有她 我就算侥幸不死 伤口也会被南如真发现 我们准备了这么久 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可惜 为了这个 暴露了小姐的身孕 值得 牺牲的 是日后必须步步小心 得到的 却是可以治南如真与死地的真相 小姐 这放哪儿 就放在片房吧 这便卷了 公子当差还未回来 他要是知道你有孕的消息 只怕 这梁威菊 又要脑翻了天 二小姐 您必给二小姐请安 来 兰儿 你来了 姐 姐姐大喜 兰儿来给您贺喜 什么时候开始 你连教育生姐姐 都这样生疏了 可我们 终究是一家人 是血浓于水的 往日 是兰儿错了 还请姐姐原谅 原谅 我会公子底都数月了 日日派人去请你 你都没有来过一次 到底是 原谅你心里没有我这个亲姐姐 还是原谅我自己 当初做错了事 弄丢了你这个妹妹 姐姐自然不会对断兰儿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 姐姐比爹娘还要疼我 对我比对姐姐自己 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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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做得不愧 这么不愧 有什么 你我做得不愧 愈不愧 你有什么 真的很不愧 你想怎么样 这么冷的 舊上面 我觉得我觉得我可以 你不会配送我 心中执着的黑白 才晓得达到指尖是爱 当愿似人身伴拥来 无论经历什么 无法徘徊 江山海澜河奈 我对你的诺都在 无惧这突然时到处爱 有机拆 一路心三明海 我对你的诺都在 生生世世都随心怀 拥不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